好 另外一個我們要來談一下 是這個能源實惠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蔡英文每次都講2025 2025他的能源政策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每次都只說到2025 柯文哲也告訴大家 蔡英文的能源政策 為什麼只到2025 2025年之後呢 台灣還存在嗎 當然存在 那怎麼辦呢 有一位民進黨的很大咖 跟我說 有人問蔡英文說 2025以後 蔡英文說 我總統只做到2024 換句話說 2024以後乾我屁事 天啊 當一個總統 可以這麼不負責任 不會吧 當個老師都不能這樣 當個公司主管都不能這樣 他當個總統可以這樣 而且是能源政策 多重要 這個投資一下去幾千億幾百億 這幾乎沒辦法改 他說我實在很想說給媒體揭露 是誰跟我講的 也不用你去踢爆了 大家都想到這一位 2019年的時候你記不記得 當時蔡英文要競選連任 他們就非常不同意 跟蔡英文穿裙子的 很不同意蔡英文競選連任 所以他說 他找了幾位大佬去跟蔡英文 希望能夠勸說 蔡英文不要再連任下去 所以他特別去詳談能源問題 他對蔡英文的能源問題 就非常非常的不滿 結果他說什麼 我買失望 失望什麼呢 因為總統任其制是四年 我常常談到2030年要怎樣 你的能源政策2030年要怎樣 蔡總統卻說 2025年以後的事是下一代的事 他不管 對不對 是不是兜起來了 誰跟柯文哲講的 也不用李遠哲講 你去看一下新聞都有這一段 當時鬧得很大 不過蔡英文第二天是臉色鐵青的否認 他說他沒有這樣講 意思就是說蔡英文是指責李遠哲說謊 李遠哲這段話是你編出來的 你當面造謠 你敢造蔡英文的謠 是這個意思嗎 還有我覺得林周水講得很好 這個部分 蘇惠我覺得這就是所有民眾心中的解 說實在 我覺得大家就是福音科學 我們也會為台灣的前途 為台灣的國際地位著想 但是你民進黨不用給大家一個道歉 從你以前死命反萊豬 跳到權力開放進口等等 你立場改變這麼大 你對於你以前的一些理念 當初支持你投向你票的那些人 你一句交代都不用 一句道歉都不用嗎 傲慢的全部推給民眾 民進黨在反萊豬議題上也是一樣 無法攻城掠地 難道不值得拋下傲慢的面子 你去認個錯嗎 還有路透這個是不是一個假新聞 路透說 我們知道現在民進黨的很多操作 是因為他自由時報的險你不相信 三立錢你不相信 他就透過外媒轉內銷 什麼路透等等 常會放消息去餵養這些記者 所以路透做了一個報導 用三接公投 台灣半導體產業的能源安全 岌岌可危 用這個題目說 三接早就的案子 有一位台積電的高層 告訴路透 他們非常擔心 因為半導體產業擔心的 就是台灣在地水電的一些限制 特別是供電的穩定 再放風向告訴大家 三接如果怎樣 這一題如果是這個過的話 台積電可能岌岌可危 結果潘中正告訴大家 這個報導你注意 匿名消息來源 有本事你寫出 這個台積電的高層名字 匿名消息來源 真實性值得懷疑 台積電要的是綠電 不是核電 石惠你怎麼看待 我們看到 目前在這個所有的民調當中 這個包括核四也好 包括這個藻礁這題也好 有可能會被這個民進黨翻過來 剛剛前面那個插畫一螺框 你們還掃了一個 我今天看到我差一點 如果我可以在他面前 我一巴掌下去 沈榮晶 行政院副院長 他怎麼說 他說如果反萊豬的話 怕孫沒頭路 不好意思 在今年以前 在今年以前 台灣都是反萊豬的 所以你說反萊豬怕孫沒頭路 我覺得民進黨 如果你真的有道理 知道人話 你就講人話 講道理 泰國 馬來西亞 澳洲也是沒有進來豬 他們都失業嗎 不是 到最後都用恐嚇牌 不是孔中 現在就說會沒有工作 股市會怎麼樣 不然會缺電 不好意思 如果說蔡英文的能源規劃 到2025年 坦白說我覺得好價值 因為如果他給你規劃更久的話 台灣真的死到哪裡去都不知道 連他下台都還要繼續執行他的政策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他真的這麼守本分 規劃到2024年 那你不要搞三階 你也不要搞四階 因為這些全部的完工時間 通通在你任期結束 你憑什麼去承諾說2025年 這個天然氣會佔比到50% 綠電會多少 你憑什麼 你已經下台了 你憑什麼說2025年之前都不會缺電 你已經下台了 到時候缺電你就說 是那個總統無能不關我的事 我2024年已經下台了 所以他為什麼規劃一個 這麼不負責任的能源政策 因為那等於是兩三年 這兩三年反正我就隨便搞 然後台電每一天就像在公投 這次公投沈容金下的指令 公投前不要缺電 公投前要供電穩定 都是用這樣子 那公投後呢 公投後呢 公投前台灣沒有進口萊豬 那公投後呢 所以這種就是一個非常急就章 然後非常就是 我今天要什麼我就想什麼 這個林卓水說 民進黨要為萊豬道歉 只有萊豬嗎 四個公投裡面 有三個都是你民進黨過去的主張 你要道歉 道歉 再道歉吧 對不對 你之前早交永存也是你說的 結果現在變成早交永席 永遠安息 對不對 之前公投綁大選也是你說的 蘇貞昌那時候當黨主席 還說這是我當黨主席最大的任務 對不對 這個民權 直接民權跨境一大步 結果現在也是你們說 這樣很麻煩 老婆很麻煩 也是你們說的 所以真的只有這一件事情來租嗎 我覺得林卓水 還是因為他是出自於民進黨 打也是這樣輕輕的打一下而已 如果你要從2016年民進黨執政 他所有的法夾彎算出來 還不止這三個 說真的還不止這三個 日本核災區食品也是 馬英九的時候 日本就要求了 民進黨也是誓死抗議 對不對 反對日本核災區食品 一上任就準備要開放了 你有沒有聽到 最近管閉靈在講 在立法院說 幹嘛你們一直要扯過去 我們要向前看 為什麼要老是講過去 這我覺得也實在是 這句話也很好 但是是哪一個政黨 動不動就馬威 動不動就把馬英九 拉出來躺私 不就也是民進嗎 動不動就說 連這個外交官舒啟成 都要用網軍說 這是黨國餘孽 那是誰要去搞促轉 是誰要去移除同向 你們還不只往後看 你們要往後看幾十年 所以民進黨就是這樣 扯好 都他講他 而且我覺得民進黨有兩個特色 是國民黨永遠無法學會的 要扯好也不是不行 我們都可以扯好 但是我們做不到不要臉 我們是因為要臉 所以我們不敢扯好 不是因為國民黨比較不容易 不會扯好 不是 要說謊話要扯好誰不會 但是會 會不會我覺得國民黨的這個 國民黨的要臉 國民黨的科學 國民黨的理論 國民黨的講究歷史 反而是個障礙 你看李彥秋就說 公投要決定什麼政策 根本不重要了 民進黨現在就變成 一個抗中保台殊死戰 什麼事情就是怎樣 如果他過的話怎樣 我們就要被中共併吞了 就是這個概念 陳其邁講的 公投過中共就會接受臺灣 公投沒有過 美國就會保護臺灣 同意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同不同意你就是臺灣隊 已經都講到這樣 國民黨還要跟他講科學 還要跟他講理論 還要跟他講歷史 你這是怎樣 秀才遇到兵是不是 如果民眾都喜歡 臺灣的政治人物 都是這樣子 就是你說話 然後髮夾彎 那其實可以 就不要對國民黨 有過多的期待 以後國民黨也都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 這對臺灣真的好嗎 今天如果民進黨要這樣子 他們可不可以保證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萊豬如果公投案沒有過的話 保證臺灣明年就加入CPTPP 保證臺美貿易協定明年就簽 否則蘇貞昌下台 否則蔡英文下台 你根本都在開空投支票 你只說如果萊豬過了 反萊豬過了 我們會怎樣怎樣怎樣 會很慘 會沒有工作 股市會跌 會沒頭 但你沒有告訴我們說 如果進口萊豬以後 我們有什麼好處 對不對 你從來都沒有告訴我們 進口萊豬以後 會有什麼好處 我告訴你只有一種人 沒有買東西的自由 也沒有吃東西的自由 就是嬰兒 不是嗎 我們今天臺灣人 是這麼小寒嗎 要被美國人強制說 我們有好豬肉跟萊豬 你就一定要給我買萊豬 你就一定要給我 進口萊豬跟吃萊豬 民進黨這樣不是 俄皇帝這樣是什麼 把臺灣當作美國人的誓喊 美國人不准我們買別的東西 我就是指定你要買 我賣不出去的萊豬 現在萊豬就是因為 沒有國家要買 其實去年 還不要賴信源說 去年陳時中就已經坦承 我們開放萊豬 同時就開放了13個國家 可以進口萊豬不是只有美國 所以以後因為很多國家 大部分的國家都不買萊豬 所以以後臺灣就會成為 這一些國家的傾銷國 因為臺灣錢也夠對不對 又愛吃豬肉 不賣到臺灣來要賣到哪裡去 印尼又不吃豬肉 雖然印尼沒有進萊豬 可是問題是印尼又不吃豬肉 所以臺灣人就變成冤大頭 對 所以我要問大家 這個萊豬的部分說實話 萊豬的部分我覺得 跟每個人切身攸關 像昨天蔡英文不是 他跟網友在互動就問他 你會不會一次吃喝六碗豬肝湯 問一下大家 喝六碗豬肝湯超標 但是一碗來豬豬肝湯你要喝嗎 不要 我一口都不要喝對不對 那不小心喝到你會不會很生氣 誰害我喝到來豬豬肝湯的 是誰 大家想清楚 你的小孩 孽幼稚園的 家裡面的長輩 你願意讓他喝嗎 一碗不會超標 那你喝 而且關鍵問題來了 他現在用這種量化的方式 去混淆視聽 沒有人一天會喝六碗豬肝湯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你那一天可能會喝豬肝湯 你可能會吃貢丸 你可能會吃肉丸 你從早餐吃到晚餐 都有很多豬肉質 而且我覺得都已經不是超量的問題 你知道這個東西 假設我塑化劑 我要吃到這麼多才會超量 那這麼少你要吃嗎 就是不要 明明知道他有問題 為什麼一點點我就要吃 不超量我就要 為什麼 台灣豬肉很好 我們以前的豬肉很健康 對不對 為什麼 然後這個我覺得 倒是讓大家有點High 這個現在蘇貞昌有四劇本 蘇貞昌好用力 好認真有沒有 因為這個可能攸關 他的未來前途 還有他家族的前途 韓兵 劇本一二三 如果四個公投全過的話 他就要下台負責 不錯 問大家同不同意 四個同意如果都過關的話 蘇貞昌下台你同不同意 同意請加一 不同意請減一 我覺得這個應該會幫同意票 拉頂票對不對 衝著蘇貞昌如果真的會下台負責的話 好 那劇本二 所以難怪他這麼拼 如果沒有通過或是三比一的話 他就融退 要不然就華麗轉身拼2024 那表示成績不錯對不對 那還有如果公投結果是三個不同意 或是四個不同意的話 他可能可以當政治籌碼 你看看我蘇貞昌多厲害對不對 我現在這個講的民眾通通接受 要交換什麼 他已經年紀太大他沒什麼未來 交換他家族利益 女兒蘇巧惠選明年的新北市市長 這個籌碼就很大囉 蘇氏家族的政治生命的延續 跟這次公投有關很重要 然後另外民進黨的派系要講說 四大公投如果是2比2或是1比3的話 對蘇貞昌會很不利 如果陷入這樣的局面 蘇貞昌他會下來嗎 他也不會了 賴好賴滿的意思 當然這個柯文哲今天也嗆很氣 公投結果出來你要不要遵守 他說你看上一次以核養率 公投出來還不是燃料棒送出國 他有遵守嗎 所以公投有沒有實質效果 為什麼要去投票 你蘇貞昌要不要講清楚 這個海賓你看一下 四個公投結果蘇貞昌下台負責 我相信大家同意的人很多 你覺得他會下來嗎 我不同意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一個就算只有一個過他都應該要下台 怎麼為什麼 你沒有最大 他先幫自己留了一個最大的 最低限度 也就是你要四個都過我才勉強 搞不好那時候他還在耍賴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要不得 一個完全沒有瘋骨 完全臉皮厚到一個極致的 政治人物才能夠講出這種話 你要知道 這四個都是民進黨 特別是在你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你們力推的政策 你的政策受到民眾質疑 這是民眾對你投的不信任票 所以只要有一個公投不過 再來一點你都應該要下台才對 結果你居然那個講法是 四個公投不過 我再考慮要不要下台 這會不會太誇張 那我們都知道蘇貞昌年紀比較大 你說要拚2024 雖然他心裡頭可能真的還很小 可是他大概自己也知道 整個客觀環境不太容許了 所以他積極在培養蘇巧惠 希望把他的這些政治上面 累積下來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交放給蘇巧惠 讓蘇家能夠持續起來 這個就是擺明的家族政治 對 家族政治藍綠都有 每一個黨派都有 每一個人都有這種私心難免 但是應該是要你的下一代夠優秀 他能夠扛個起來 然後沒話講 那如果你的下一代 只會在立保院天天捧個自己老爸 完全沒有任何作為 每天就只會護航 所以我們下一代 我們要他到底幹什麼 所以我今天覺得 今天蘇貞昌如果有GOTS 你就說四大公投 只要有一個不過我立刻辭職下來 那才是顯示負責 結果你剛好是講反過來 要四個都不過你才要下台 2比2或是1比3 他還是會做好做滿 他一定凹在那邊 反正蘇貞昌這個臉皮厚的鑰匙 他到時候跟你隨便胡扯亂凹 反正就算四個都不過 搞不好他都不會下台 搞不好他還在那邊講說 你看都是國民黨在亂 才會做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 這些政治人物的口水 我真的懶得聽了 那我也希望大家要搞清楚 他們現在用了一大堆話術 完全都是騙人的 那種都是經不起 邏輯基本推敲的 像剛剛講到 說什麼這安全容許量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批霜在安全容許量之下 吃下去也不會死 那你要不要每天吃點批霜 是啊 你每天吃點批霜吃吃看 明明就有一個問題幹嘛吃 對啊 所以這個基本上 是毫無邏輯的一種說法 但他們現在就這樣硬幹 所以當這個政府 已經準備硬幹的時候 我一直在強調 這一次其實不單純 只是對蔡英文的不信任票 這一次其實是一個 民主對抗邪教的戰爭 因為蔡英文現在正把台灣 變成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邪教宗教國 每天就是一個莫名其妙的 台灣價值 台灣價值就已經變成教規了 然後這個教規 每天由教主自己隨便決定 然後他所有的這些支持者 全部都變成那種 盲從的狂熱信徒 反正教主說什麼 你們就吃什麼 教主教你幹嘛 你就幹嘛 台灣要變成這樣一個老鼠會 邪教國家嗎 我不希望 我也不希望我的子孫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生存在這樣一個邪教國度以後 如果你不想生存在邪教國家 麻煩大家12月18號 全部蓋四個同意 好 我要特別謝謝一位網友 謝謝你用這麼大筆的抖內 跟我們加油打氣 這位網友總共抖內 我們8888元 你知道我們的網友抖內的金額 都有密碼 688899998888 希望中間新聞能夠長長久久 一路發發 我知道你的意思 網友名字 中華民國萬萬歲 謝謝你 身為父母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夠在一個空氣好 食品安全 自然生態保存 好的環境長大 講得太重要 每個爸媽都這樣想 更重要的是孩子能夠分辨是非公理 懂得何謂禮義廉恥 因為無論這個政府如何欺瞞蒙騙 週六公投人民都有智慧 選四個都同意 這真的是你心裡的肺腑之言 也是我們心裡的肺腑之言 謝謝你 你把它整理得很清楚 用非常感性的話 我相信對於大家來講 其實是滿感動 感同身受 謝謝你用這麼大筆的抖內 來表達你的看法 這也是我們共同的心聲 謝謝你中華民國萬萬歲 感謝 那緊接著我們剛剛那張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的最新民調 四個公投 這個星期六情況怎樣 先來看天氣狀況可能不太好 又濕又冷 還是希望大家能夠踴躍投票 先剛剛那張 12月6號TVBS的民調 我們看到這四個公投 進來豬進口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同意票是 大幅領先不同意票 公投榜大選也是一樣 有一定的這個差距 重啟核四的部分 大概只有4%的差距 也就是說在政府誤差範圍內 真愛藻礁的部分 我們看到大概有14%的差距 看起來重啟核四比較危險 其他三個感覺上 同意過關的機率都很大 但這個是12月6號 我們再來看剛剛這個 最新的一個民調 好這個是台灣民營基金會的民調 游英文告訴大家 這次公投年輕人都站在 蔡英文的對立面 想想看為什麼 因為年輕人有受過教育 年輕人對於科學的接受 成果很高 2020年總統大選 20歲到34歲的選民 6成6投給了蔡萊培 817萬票的重要來源 但是這一次 幾乎是同一群人 卻選擇站在蔡英文的對立面 為什麼 他要來看幾個基本的事實 我們看到 最新的一個民調20到34歲 有沒有 在反萊豬的部分 同意百分過半54 曾愛藻礁的部分 也超過了不同意 公投榜大選也是一樣 這個比例很高 重啟核四的部分也是一樣 還有我們看到 在大學以上 就教育程度比較高的 大部分也都是同意 只有在重啟核四的部分 是不同意比較高 我覺得這個東西 董哥應該是很清楚的展現 為什麼 我覺得因為民進黨 又有一種 寒冰講的沒有錯 邪教式的方式 恐嚇式的方式 非常浮誇的一個方式 還有非常接近搞笑的方式 來宣傳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於這些民眾來講 20到34歲 還有學歷比較高的 接受過良好的科學教育 他們跟世界接軌的程度 也比較高 我覺得是不是會讓他們 非常的反感 一定是的 因為他就是徹底的被騙 像我們當然不會被騙 我們不可能投票給蔡英文 年輕人 他們第一次獻給蔡英文 他們給他一個未來的夢 這個夢根本是假的 你變成要用你的健康 去讓蔡英文洗下他對美國的承諾 對不對 吃萊豬 那你怎麼受得了 然後又必須要破壞台灣的生態 藻礁 不能永存 這些都在騙 所以大家其實我覺得 久了以後就會清楚 日久見人心 那蔡英文他騙了很多年輕人 所有這些手段都讓人家瞧不起 但是我覺得年輕人慢慢的覺醒 請問你現在有房子嗎 沒有 蔡英文告訴你 他任意要蓋20萬戶在哪裡 沒有 所有東西就是騙 騙到最後就說 我2024年就下台了 和我沒有關係 任了一個政治人物可以這樣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那種信口開合 而且每天用一些文青的語言 讓大家就發現說 原來蔡英文的真面目 他就是這樣的人 然後台灣有什麼尊嚴 沒有尊嚴 我們也可以看到 碰到美國人你就矮了一點 所以你看到民進黨各式各樣 什麼陳其邁 蘇文昌 陳吉仲 沈榕金 那種浮誇式的語言 邪教式的語言 我覺得在2021年的台灣 還會有市場 說實在的 民進黨過去用這種方式 確實吸引了不少的一個選票 但現在在這個議題上 看起來好像同樣一招不太靈了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 就是大家有智慧型手機 有電腦的時代 你只要回去看 我們幾乎每天都有新發現 對不對 譬如說我們這兩天發現 原來煥銀這麼破辣 他在罵蔡英文 真好聽 原來他也講過實話 對 現在煥銀變成我們的新偶像 你知道嗎 但是他是幾年前在罵蔡英文 蔡英文已經當了一任的時候 他就罵你們民黨就是綠色塑膠 綠色塑膠是什麼 就是未來的垃圾 對不對 所以這些話其實讓大家覺得說 原來我們從智慧型手機 或者電腦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的真相 你要不要建議一下 范雲他應該要自己是廣傳這個影片 對他的形象是有點幫助 其實各級的朋友或者網友 大家都會互傳 因為太精采了 我們終於死回煥銀的過去 不傳對不起他 對 不傳對不起他 他現在廣為流傳 其實廣為流傳還有很多 蔡英文自己的講法非常多 他過去怎麼去批萊克多巴胺 過去怎麼去永存藻礁 所有這些在片子裡面都找得到 而且是影片對不對 還有賴清德 賴清德還在罵那時候的國民黨 不要用美國來恐嚇我們 現在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真相 那我們也發現了 現在年輕人他比較覺醒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看得到 我們沒有人有辦法教他 他自己會看得到 大家在網路在很多的各種 國外的媒體 然後你看到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這一次裡面 不是政黨對決不是 而是平民跟政府的對抗 那這個政府欺騙了我們 給我們很多假的東西 然後最後逼我們用健康 健康在哪裡 健康我們要用肺去吸更多的 煤火力電 然後你會去得到各種的疾病 這是一項 然後另外用健康 用我們的胃去吃 南克豆瓣的豬肉 我們可以相信民進黨嗎 民進黨過去在批評馬政府時代的健康 食品說食品不安全 食安問題應該怎麼樣 民進黨有給我們一個更好的食安嗎 對啊 董哥 我覺得台灣人民想的就是說 說實在的 後來這個政黨的二次輪替 那大家覺得 國民黨做得不好 馬英九做得不好 所以我們再換個人 但是沒想到換個人之後 把台灣帶到怎麼樣 帶到更差的一個境地 這台灣話叫做 一個閃爛的 換個刺殺的 哈哈哈哈